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马威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走线客 这班人都挺特别 我觉得特别到我不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这班人传统来说是不应该走线的 你可以说在习近平统治之下 他们当然要走一搏一搏 但是你看看整个故事就觉得 真的被人压得很厉害 所以为什么大陆有一个防火墙呢?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外面的资料 讲过资料,资料加个引号 究竟是不是虽然有很多 好像这批走线客 被德梅访问的 原来有一位 就是 风尘破破 最搞笑的是他在塑胶两鞋上 贴着巴塞罗拿区乐部的标志 咦?难道他还没撕球迷? 我不是 不是,我不是球迷 这个人叫小郭 他说这些是在哥伦比亚买的 哥伦比亚有很多巴塞的球迷 他走的是一条众所周知的路线 是拉丁美洲人 逃往美国的必经之路 很搞笑,众所周知 结果他就在TikTok那里以为是很特别 你记住TikTok 他不是抖音,抖音当然没有这些东西 而且他就学会了饭腸 他说这些走线的视频 在西方各种媒体都有 甚为港全 我觉得这些视频展现了 和中国到美国的最佳路线 非常详细介绍了 是路上的住宿和交通工具 甚至在不同国家 如何贵务警察的费用都说出来 他就说走线这个名字 不是那么好听 不过这个词 也意味着停而走险 这个新兴辞会是描绘 我们中国人通过 其实不单止是中国人 他错了 不止是中国人 中国人通过 是墨西哥南部进入美国边境 而社交媒体 所以连西梅都说 是广泛这样 宣传 也吸引着很多 他这些算是 中国来说 算是 不差环境的年轻人 走上走线大军 现在连 共和党都出声 共和党记得之前说 你们这些人 是不是中国间谍 最搞笑的是 美国外交 关系委员会研究所的研究员 约翰逊就说 其实在中国 大家很依赖 是 社交媒体怎样说 是呀 所以为什么 我们社交媒体 那些小粉红 他如果说的过了 国家都会整治他们 西方 人就会问主流媒体怎样说 我又觉得你有一些 也不一定是 西方人都很多看社交媒体 是呀 因为现在主流媒体都貌不似人军 也有很多 很多人 这次 连美国外交 关系委员会研究 你记住他在国务院旗下 他就说 其实很多像这些人 都不清楚自己经历什么 其实很危险 他都跟这些 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说 你究竟知道 是真还是假的 看来他就 不知道了 最搞笑的是 小郭他说什么呢 他说 别人问他为什么走线 中国很多问题 年轻人买不起楼 他的意思是 美国每个年轻人都买不起楼 那就糟糕了 我马上给他一份报告 就来自华府 卡托研究所 发表最新的 美国人 住房负担报告 原来55%的美国人 没办法买起自己的楼 而且四分之一的千禧世代 准备永远租楼 即是买不起楼 阿哥 你这些 你不要只看 TikTok上面教你走线那些 你看多几份报告 可以吗 这些就是 社交媒体的演算法 问题 你看开了一个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如果你经常说走线好的 他就立刻推出走线好的东西 是 几乎都 偶然会有一些 走线 有什么负面的东西 很少 会收到 一演算法就是这么坏的东西 你看了某一类型 推翻同样类型的东西 给你的机会非常之高 如果 他在美国看到这份报告 不用看到了 因为他刚刚落地没多久 我想他很快感受到 租楼很便宜吗 买楼更加难 虽然这一两年我战争的楼价下跌了 但是疫情以来 其实整体来说 美国的楼价仍是升了不少 所以 你以为这么容易吗 因为我战争的那两年 但是 你记得疫情升得太夸张了 你肯定没有看过这份报告 没办法以当前价格购买他们州的一般房屋 其他的研究也表示大多数租客是无力 在自己生活的城市购买房屋的 这些是美国佬自己做的 记得全国建筑商协会 是美国的 50年最大的涨幅 其实就是疫情的时候 而且现在的房贷升得这么深 你不要忘记 刚刚 联署局主席鲍威尔都说 我们没有这么快感受 其实不加息也很好 对于我们澳洲佬来说 看看 标准三十年期的房贷利率 记得有 三年初 之前疫情的3% 现在升到7%和以上 所以你说 是否这么容易买房 你想想我们外国升息升得多厉害 我一看到这样 才发现 真的需要 社交媒体是要管控的 你看 还有 他可能用这些方法翻到墙 为什么要有墙 当然他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外面的东西 如果你 只是看这些东西 多嚴重 他就说 我很简单 在美国 我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知道 只要有民主的地方 就有非常强大的经济 什么 这件事 有民主 看是怎么行 美国经济是否强大的 当然 西门也说 这个也反映了年轻人失业率高企 专家担心努缩等等 但是 说真的 买房子 你觉得很容易买 你去到你就知道 真心说你去到就知道 而且美国那边的专家就说 现在看到这些人 衣着比较光鲜 比较有银 另外 因为你知道 其实他们在美白边境 还有些是义工的 有个义工 叫做 Sam 看到这些人 很多 穿衣着比较好 衣着比较有钱 在边境检查暂时 他们 被要求 把钱拿出来 数一数 他就说 这些走线客 原来 其实挺危险 你如果去到 高伦比亚 那些 其他 中南美洲国家的警察 你这么大把银 你也算好 一大把银 原来在去年5月 现在 边境多了很多人 Sam 和他家人 就开始帮助走线客 亦在一个 哈 昆巴营地 放了四个移动的洗手间 这些卫生状况很差 而且 他们居住的帐篷都是烂的 因为太多人居住 来到这里通过美国和西国之间巨大的边境 已经难 当然 进入 这个是美国 当地人就称为 这个叫姓尤戴豁口 墨西哥军队 最近也在这里 设立了基地 阻止这些人越境 这里可以看到 四顶是白色带 帐篷 和几部警车 武装人员就在这里巡邏 反观美国 除了志愿者的临时 临地之外 别无他物 也有人问墨西哥警察能不能做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墨西哥 现在这个总统和美国关系 不算太过露铁 不算太好 每天早上 Sam家人 都会开着他们的 急抱车 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助 他们是通过捐款 来籌集资金 他的急抱车后座 他也准备了一些水果 遇寒衣物 他的儿子也拿着宣传单张 来走线队伍当中 而且他现在还准备了中文的宣传单张 当然了 不少经济学家 美国的经济学家说 中国经济走下步 其实中国经济在升 但是 比大家预期的 升得慢 就是5%左右 就像刚才说的小郭 最搞笑 他家人到今时今刻 都不知道原来他走线 这样说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挺差 他下一句就这样说 大马sir你真是对 他就说我和家人关系不好 因为我对政府对中共 我和他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不喜欢他们 那些极权主义 令我想起19年那帮年轻人 记得当时在联灯上 有人都骂自己 老爸老母不是深蓝 是深红 对吗 这个都骂少了 另外一位 年轻人 他的英文名叫Henry 亨利 亨利说 自己在中国 没有职业前途 他从武汉到欧洲之后 就到南美洲 他说 在中国 我接受教育很差 我学很多东西 每天 读书时间有差不多12个小时 老实说 如果你在我们这些地方 如果你是真的被考的时候 读诗校 都是12个小时 除了上学之外 还有很多 功课要做 其实有件事就是 记得好像BNO有很多 都是有件事想错 觉得 读书肯定很轻松 其实不是 看看你读什么 大家有不同的难处 他就说 中国的教育制度很严 共产党在学校 就宣传 宣传他政治的议程 原来他最大理想就是 去美国读书 难道你觉得走线有 为什么你想读书 为什么不正经申请呢 如果你成绩好的话 也有些机会 可能就不是 因为他说自己中国 接受教育 很差 可能未够 会不会是你程度不足 接着就想赖其他东西呢 我想多了 其实最可怕的现实就是 他们觉得 在中国年轻人买不起楼 你真的以为外国人买不起楼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大误点 所以 他们说TikTok这样说 我受不了 TikTok上面 我们也说了TikTok 平台没错 但最错是那些人 受不了 对吗 对吗 刚才说的小国 大陆买不起楼 那个人呢 他就说 我不怕被送回去 他相信有民主就不怕 少年你太年严要 你怕也没用 一定会送回去 看你拖多久 他说找份工作 过更好的日子 数年之后 因为你知道 其实美国做卡车司机 赚到钱 但现在也差了很多 你又没有车牌 那就是数年之后 数年之后我就做卡车司机 其实我看到有些YouTuber 他们不是走线 有一个很出名的 说普通话 他应该就通过宗教 在这个寻求庇护人士 有些教会帮他 申请到 我相信就是这样 因为他没有说过自己的身世 他就很聪 但是他就整天访问走线客 我昨天有个走线客 如果我 一有美国公民身份 我就加入美军 去对中国 后来他真的加入了美军 但是是否让你上战场 那就是另一回事 中美会真的会打仗 就不知道 其实你看到这些人 不是全部 不敢说全部 他访问那些人 很多人都想到很偏的 想到很偏的 想到什么 搞定习近平 其实 你多厉害共产党 但是 我当你真的是加美军 你又没有办法 真真正正上战场 和会打仗 是吗 这群人 当然他们外表 比较有钱 就像刚才那个小郭 其实他在深圳 他在深圳 开始自己的旅程 深圳 才飞到厄瓜多尔 大部分人都去厄瓜多尔 因为厄瓜多尔 对中国 passport是免签的 之后他 陆路在墨西哥 穿过了 我们经常说 达连艾口 就是哥伦比亚 和巴拿马之间一大片危险的重林 从那里一直 到美国 另外一里 就是美国圣地牙国 以东六十公里处 叫 Hakunba Hot Springs 当然他也说 我很激动 还有六十公里就到美国 我到美国了 你还没到 他相当激动 清晨的时候 他 在风雨中抱着自由 抱着自己的室外 很冷 很冷 他说这晚 我和五十几个战友 准备 跨过美墨边境 踏入他盼望已久 可以过上 美满生活的幸福角度 他们排成一排 等美国的巡逻 你知道其实他是要等那些人来拘捕 拘捕了就可以正式申请庇护 他穿着御俑服 有些 是冷得 是抱着毛鲜 他们行李很少 只有 两个人带着 这个拖鞋 其他人大多数 都是 没有什么都没有 即是很少一个背包 原来 在2022年10月之后 六个月之内 其实 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 他们口中叫做 就是成为了美墨边境 一个大量去的群体 数量也不是很多 当然大量是跟原来相比 最多都是来自拉丁美洲的人 自从10月以来 美国边境120万人次当中 你以为数量很大 其实就不是很大 有120万人 其实他们3万人都不够 29,000多人 当然之前是只有50多人 疫情之前有50多人 因为有些人怕清零政策 但是我都说 有些人去到美国 很少 清零政策没阻碍 所以得淡笑 看看 刚才我们说的 Ian Johnson 约翰逊也说 当然 现在他们越来越多人 而且2023 财年 超过50%的中国公民 庇护是获得批准的 你一这样说他就知道他可以来 因为他的率高 我们之前说过 他的庇护率比较高 是远远高过所有国家 百分之十四的平均人口 当然 这位Johnson先生说 他们多数从网上 好像TikTok 这些知道 所谓最佳走线路线 其实 都是那些地方 你自己找到一条路线 你自己也走进去 当然 中国经济是否令他们担心 但是 其实全球你真的认真看看 我们的日子也觉得很好吗 是不是 你不要说了 就算 说到 亚洲民主灯塔 好吗 亚洲民主灯塔 去年 连民进党政府也说 的确 年轻人买不起房 不过很搞笑 他们说年轻人买不起房 不是真的买不起 没有规划 我挺怕你 又屈老共 没有规划 这句话就令大家很生气 没有规划 你买得起吗 当然美国也 不是那么容易 其实已经87%的美国人担心房价上涨 75%的普罗大众 卖 就觉得他们买不起 是他们所居住社区的房屋 更加恐惧的 就是看到 现在这些人 他们 在高通涨之下的收入变少了 解决房屋问题 其实也是应该拜登做的一件事 从经济学者角度来看 当前美国的房屋问题主要是工需问题 解决 就是加强供应 其实这也是废话 谁不知道 是吧 没率呢老板 对了 就说不要建设这么多豪宅 建设小的和更密集 可负担的房屋 但是 这些 如果你闭起这些 会不会没有什么肉食 那些建商幸盟 对吧 当然美国人根据这份调查报告 他们是行协做的 原来美国人大多数的梦 都是 房屋 都是独立屋 89%的受访者就希望入住独立屋 几乎没有人希望住townhouse或者apartment 但是在城市生活的年轻族群 尤其是千禧年代 反而喜欢住townhouse和公寓 但是他们也说 他们担心永远只租楼 因为根本 是没有 这个足够的收入去买楼 是因为你知道 你要过压力测试 现在买楼哪有那么容易 因为你借不到那数 所以 你说 我们买不起楼 在大道市的人买不起楼 你说什么样子 我听到这条新闻 原来你这么想 哪个TikTok这样害你 他就没有看到这些消息 没有看到这些真实的情况是怎样 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那你也看回又是最新 这个更新 这是上个月的数据 年轻人买不起楼 二次扣房者的平均年龄 亦飙升到58岁 首次扣房者的平均年龄 亦上升了6岁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 要存多些钱才行 以前可能你很年轻 做工没多少年就买到楼 原来不是 现在看回最新的数据显示 过去40年 美国第2次扣房的中 年龄大幅增加 而首次扣房的 中位数亦上升了 是 6岁 本来是由30岁 80年代时30岁 现在是35岁 因为 零也是6岁 专家亦说 高额的住房成本 亦是令年轻人喘不过气 年轻人 小哥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 这个残忍的现实 你居然看不到 全部西方国家的年轻人 都是相当困难买楼 千禧一代 就是年轻人 佣房率 没有特别高 是 还有其他原因 是什么呢 这份报告就说 Baby Boomer那一代人 认为房价 没有达到他们心目中 预期要出售的 效果 因为你知道 那一代人是很发达的 战后婴儿那一代 一般来说 就有些成就 为什么呢 遇上了好时光 你知道一个战争 很多东西你需要重建 就是 各样的 八业代兴 如果 勤力一点 真真正正说 会不会很差 很多机会 没错 你说了两个字就是机会 我们现在怎么有 除非你有一场大战争 没有了 没有了 大战争你更糟糕 但是后面的人可能有机会 是吗 英语潮一代 拥有美国一半财富 所以你说年轻人 我们买不到楼 你觉得美国的年轻人 很容易买到楼 其实就相当 搞笑的 现实是什么呢 就是年轻人也买不起楼 很难的 你想想 他36岁 才买到 35岁才买到 35岁才买到 才买到 这就等于 也不是很年轻 刚才那个说 走线的24岁 24岁想买楼也坏 我24岁的时候 没想到也没想过 我也没想过 小葛24岁 他也说 跟家人关系不好 会是因为跟家人关系不好 所以想早点出来买楼 独立 是吧 制业 制业一回事 加强了 可能想离开这个环境 是 有很多事情是 基于这个想法 跟着去做的 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了 多谢各位 再见